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97的节目 很多朋友可能会希望我这一期能够先录 前两天我收到了那一款翡红之意 那我讲一下那一款并不是KO的MP52 它是一款全新设计的玩具 那这样子的话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做一些摸索和把玩 所以加上我这两天上完夜班 然后还有接下来的两天 休假时间我还有安排其他的一个摄影工作 所以我还没有很充分的时间去摸索那一款玩具 那我就拍一个简单的小东西 也是蛮值得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 SS86号的鲨鱼金 做个小东西的给大家度过这一天 那SS86号的一个玩具的话 一直都有在推出 而且平均素质来说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有朋友们说 好像这个SS系列的话 这个86号的系列很明显的一个各方面的素质 平均表现来说 比这任电影戏的话要感觉好上很多 这一点用品质来说话 这个话说的倒是不假 这款的鲨鱼金的话 体型小归小 这个我们先拿出一个先前的话 在这个应该是地球崛起的时候 有推出了这个是鲨鱼 鱷鱼金对不对 这是鲨鱼金的鱷鱼金 两个人身高差不多 那我们拿出一个跟他们在这个店里头 有对手系的这个啰嗦 它的体型的话比啰嗦要稍微矮一点点 那我们拿出一个Voyage Class的这个Hara 来做一个身高的对比 大概看得出来 还是有蛮还原动画片里头的一个形象了 这个玩具呢小归小 但是零件数呢还算不错 然后变形的话呢简单 但是我认为是很好玩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配件 首先的话有一把枪 这个枪的话呢握在手上啊 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不愿意握在手上的话呢 这个轻松的把这个手枪拿下来之后的话呢 在它的一个背包的侧边啊 这里是有一个洞的啊 那这个枪的话呢 在这一边啊多了一个凸 这个凸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扣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再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往下放下去啊 如此这般 我们稍微把它给摆下去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好像是背着一把步枪的感觉啊 有个士兵的一个样子 也是不赖的啊 那另外呢这个是一个链球 这个链球的话呢 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只有一处就在这个地方 根部这个地方可以动啊 前方这里的话呢 完全是锁死的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可动 然后在这个前面尖端啊 是有个偷胶的啊 翻到另外一侧啊 也是有的 那我手上的这个的话呢 我给各位拔下来看一下啊 这个上面 前方里看到 它有一些白色的一个胶水 这个我有加把它加粗一点 因为我这个这个鲨鱼镜的这个尾巴的话呢 在变形成鲨鱼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地方啊 很显然扣上去之后呢 非常的松 所以我给它稍微加加固了一点点 那么它在背上 还有一个背鳍 这个背鳍的话呢 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另外再自己组装上去的 那组装的时候呢 在人形的时候呢 是反过来的 变形成鲨鱼的时候呢 才把它给转到 这个另外一个角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一些简单的小细节 首先看它这个面雕 面雕好看 帅就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很寒厚的一个表情啊 那五官啊 眼睛啊 这个什么刻画呢 我认为是可以给很高分数的 头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左转没有问题 手臂的话呢 也是可以三度零度的转动 OK 二头肌可以转动 然后手肘的话呢 可以弯超过90度 那有个很大的一个空洞 变形的时候呢 收纳手部进去 拳头无法转动啊 比较可惜 腰身也无法动 脚前后踢侧踢啊 都没有问题 然后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然后有一个脚踝的一个接地啊 这个脚踝 这接地还挺大的啊 这个呢 可以站得非常的稳 而且它那个脚后跟 看到没有 这个很厚的一个脚后跟 所以它站立性没什么问题 不过呢 嗯 我感觉吧 我这一款的这个宽部的关节呢 略略的松啊 不算说很松啊 但是我感觉就不是很 不是很牢 不是很牢固啊 但是站立的话呢 目前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这是这个脚后跟啊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侧边来看 也算好看啊 特别是这个是反过来的这个背棋 我觉得是有更加的一个加分了 那我们来简单的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啊 非常的简单 而且是有趣的啊 首先这个枪啊 什么拿下来 然后这个拳头啊 这个收进 小臂里头啊 这个部分 没有任何问题啊 今天用一个反 就是一个一个正面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也是有 有点意思啊 然后我们把背后这个部分 翻转 到这边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扣不下去 因为呢 里面的话被干涉到了 这个时候才可以把它给 挑起来之后 才可以把它给往下压 然后呢 整个这个头啊 这个地方整个给扣上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里面涂了很多层的胶水 因为我手上拿到的时候呢 这个洞呢 非常的大啊 扣尾巴的时候呢 是完全的一个不不恰当的 这个地方把它松开之后啊 就做一个变形 从这个地方旋转180度啊 这个反转非常的有趣 非常有趣 再来的话 我们做什么呢 把这个后面 脚后跟给缩进去 说定之后的话呢 我们顺着要把它给往下面 往下面给翻下来 翻下来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把这块部件给打开 打开之后 你看到里面 里面有两个图在这儿 图1 还有图2 就是要扣脚底板的这两个脚底啊 说到脚底 我扯一个 对 大家知道我最近有 就是我这一年多以来 我有在帮一些妹子拍写真集 做贩售嘛 然后我真的觉得 就是有一些客人会指定要拍脚底 这个反正就反正什么事情都有 我是最近才知道 而且客人要求档案必须要很大 他们要把脚底的纹路看得很清楚 我以前有听说过什么腋下控啊 或者是什么手控足控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说 要把脚底的纹路看清楚的 反正就最近接到一个案子 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脚底算新鲜嘛 反正不是重点啦 然后呢 刚提过了 这两个脚丫子的话呢 扣到那个洞之后啊 它的位置就固定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 有两个凹洞啊 它要扣的这里 内侧 这里有两个小图 站在内侧 这个时候过来就可以扣得住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C型扣在这里 它就是要扣住这个地方 这样子一来 这个所有的卡扣呢 就会非常的精准 重点就是这个脚 脚底的那个洞啊 跟那个凸一定要扣稳 扣稳之后就没有问题啊 就会非常的稳固 那之后的话 就是把这个 这个人头啊 是要往下推一点点 然后合起来 你们觉得非常猙獰的一张 你说猙獰也好了 可爱也好 这个鲨鱼的这个头啊 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手给往下放 脚的话呢 往前面啊 尽量缩 缩上来 缩上来 那它能够扶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扶低一点也没有关系 放在这里 啊 其实呢 它也是可以站得很稳 非常的可以 然后这个尾巴啊 就是我刚提过 它后面 我手上这一款 不知道为什么后面这个洞啊 非常的一开始非常的大 啊 我现在这个已经有加了 很厚一层的这个胶水之后啊 勉强的话呢 才能够把它给弄得稳 那么呢 我们这款 这个SS8 86号的鲨鱼金 就算是变形完成 然后呢 它所附带的这个枪呢 刚好跟各位提过了啊 枪 它的这一侧是有个洞的啊 如果你 其实也没有没有手可以拿了 你就只能让它扣在这里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是有朋友说啊 这个脚啊 这个两腿如果能够再往内 往内折进来一点点的话呢 就不要那么外巴的话呢 可能会再更好一点点啊 但是我觉得也也还好了啊 就是某几个角度看起来可能怪了一点 但大部分的话呢都还OK 后面这个尾巴可以动一下 在这里可以动 然后手臂可动度的话 比想象中还要来的好啊 至少多了一个多了一个手肘的关节 前后动啊没有问题 那这个手掌的话呢 虽然没有可动 但是因为五指的话呢 啊做的还是比较猙獰一点 而且也骨兽骨兽如才的一个感觉啊 有做出来 然后这个对不对 这个特写看起来就非常的逗趣啊 你说恐怖也是有点恐怖 但是呆萌也是有点呆萌吧 特别是这个牙齿啊做的有意思啊 头顶的话呢就可以动 下额也可以动 然后这个头就摆这样 把它往下推一点就好了 不要让脸露出来就行了啊 脸藏起来呢 做什么事呢都不会觉得可耻 就算让你穿鲨鱼的外包衣 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可耻的啊 好吧 那整体来说呢 这个玩具小归小 但是呢 整体数字来讲相当不错啊 当成是一个潮玩的一个感觉 放在桌上也是蛮不赖的 变性也是很简单 一个一了八十度的一个大旋转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性 个人还是蛮推荐 但是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如果原价台币八九就买这个 会不会想要摔桌子 我觉得还是贵啊 呵呵 就价格稍微低一点的时候 这个玩具是买的是不会 不会太差 真的不会太差 台币如果你六百多块钱买 我觉得也算是够体面的了啊 今天就跟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